农历七月部分民众不喜欢捐血 加上学生放暑假 所以说经常闹血荒 而台中有营造公司 是连续19年举办了捐血活动 今年也不缺席 总共是动员了6辆捐血车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民众 来打破去年1113代的捐血记录 尽管天宫不作美 时雨时晴 但仍然有许多民众前往热情捐血 天空不作美 时雨时晴 但仍挡不住民众的热血热情 农历七月份 有部分民众是不喜欢捐血 加上学生也正值放暑假 所以容易会出现缺血荒 而台中有营造公司 已经连续19年来举办捐血活动 尽管公司的董事长 见血就会晕争 却是连年带头捐血 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现在已经出动了6部捐血车 我们今年目标大概都是在1200代 我们19年来已经连了破万代 那所谓捐血一代救人移命 我们希望呼应大家一起来捐血救人 那也特别谢谢所有协办的单位 也特别谢谢赶快呼吁更多人 捐血一代救人移命吗 这最等的 我差不多他们有办活动我都会来 台中捐血中心表示 中部目前的血库在安全标准值7天以上 但他们也担心 最近的天气不稳定将影响到捐血的意愿 索性有企业或团体的带头号召下 鼓励民众玩起袖子捐血 安然度过暑假的捐血淡季 现在目前台中的血量算是稍微平稳 但是因为最近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所以我们还是会担心 一下子血会掉 那个血库的量会掉下来 所以一天的话我们需要1800代的血液 那今天秘民营造就可以帮我们 募集到一天的血量 那谢谢大家 今年营造公司一共动员有6辆捐血车 现场还备有知名的咖啡及烧灰码 让捐血者可以免费享用 也希望能够打破去年1113代的捐血记录 是杨总还台中采访不到